目前本艇發現目標穿搏 發現可能有艇海巡人員不斷鳴敵視警 但對方加速駛離 之前海上掀起驚濤駭浪 船隻隨時就有可能發生碰撞 但海巡人員沒在怕 一個個跳上去強制登船搜索 目前該船不停船且蓄域衝撞本艇 本艇加音法強制登捷 果然抓到了 把船押回碼頭 從船艙內發現 大批用麻布袋塵裝的三級毒品 黑塔命 總共46袋 把東西拿出來 已經分裝成一小包一小包 外觀像是茶葉包裝的 一共有906公斤 將近一公噸的毒品 光是成本出估就要9億 這回雷東船長一共抓到了6名嫌犯 台灣籍29歲的成信船長 現在的25歲的成信船員 還有三名大陸籍船員 負責中斷運輸 接駁的壓貨工作 去年12月中 他們先在馬來西亞的佛州附近 碼頭會合 前往緬甸跟柬埔寨交界處 拿到貨之後 再前往越南海外補給油品 最後再接另外一名 台灣船員上船 往澎湖出發 準備把毒運到台灣販售牟利 那很慶幸的是他們在這個區域 然後像深夜那有點鬆懈心房睡著了 靠近他的時候他都沒有察覺到 那我們也很順利的就是做一個槍號燈檢 那也順利的超過船上有大概906 高雄地監署指揮警方 調查局還有海巡之外 也跟美國棄毒署合作 派人員前往馬來西亞跟當地警方合作 跟周邊越南泰國菲律賓等國家交流情報 成功阻止能夠提供300萬人 吸食的大量毒品來台毒害國人 TBN新聞 徐吉隆劉璇 SV小組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